我们追求水果自由 金钱自由 旅行自由 时间自由 这些恰恰说明 我们是不自由的 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去追求自由 这是一种修行 一种向往 这就是人生的动力 也说不定 今天和您分享马卫都的文章 一个人非常好的说 这种状态就是自由自在地活着 让自己内心强大非常重要 别人也帮不了忙 一定要锻炼自己 甚至强迫自己强大起来 我的人生八字方针 第一是自信 所有的自信都来自你对世界的理解 和对知识的掌握 没有知识就没法自信 人家说点什么新鲜的 你就慌神了 第二是坚强 指的是内心真正的坚强 不是装给别人看的 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定是你锻炼内心坚强的最好时机 第三是认真 要在这世界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都不说成功 只是一席之地 做事一定是要认真的 哪怕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也要认认真真 善始善终 否则一定一事无成 古人的书房里经常挂一块匾 写着 善始二字 谨慎一件事的开始 不要点火就着 人家说一个什么事 都没想好你就去了 事情开始之前 一定要调分履稀地想清楚 古人又喜欢挂一块匾 写着 慎忠 做事有始有终 开始的谨慎 要延续到最终 直到把事情做成 古人还喜欢说慎读 独处是要谨慎 一件事对不对 做与不做 不必面对他人的批判 只需面对自己的良知 要对自己的内心 有严格的要求 第四是宽容 认真是对自己的 宽容是对社会 对世界 对他人的 我们对自己可以严格 可以苛刻 但是不能对别人 严格和苛刻 或者说 你对别人的工作态度 做事章程 可以严格 但你不可以严格 苛求别人的个性 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的个性 一般人都无法忍受 但是我可以忍受 当你能够理解这八字方针 并且照此执行 很多事情就会马上变得容易 在座各位都是大学生 都希望将来找个好工作 什么是好工作 活多钱少 那准是好工作 这个想法没错 只是比较难找 我常说 人生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去立 只要不违反道德和法律 司马迁说 天下兮兮皆为立来 天下攘攘皆为立王 只有去到了相应的立 才能在社会上 有尊严地活着 现在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词汇 叫财务自由 每个人都希望这种自由 能够尽快地到来 可惜有时候 老天不给你机会 苏寻说 立之所在 天下屈之 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人想要的利益 全天下都想要 所以屈立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法律和道德 法律是他人约束的 道德是自我约束的 因而道德也比法律高上 当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着强大的道德约束 社会会变得非常好 人生第一个阶段是屈立 第二个阶段则是屈明 当你在社会上历练了一段时间 工作已经比较自如 就开始注重社会对你的评判 所谓屈明 不是追逐名声 变成明星 到哪儿都有人找你合影 而是注重名誉 这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都走过以后 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趋静 希望内心是安静的 内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何为内心安静呢 我自己有些时候 长时间的心如止水 也有些时候会突然变得激动 比如此时此刻 我站在台上 就多少有点激动 我平时说话不是这样 否则就会显得讨厌 当我们走过这三个阶段 就应该理解了 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在 寻找自由的过程 也是发现自我的过程 我们需要接受 需要放过 需要和解 需要内心和行动 保持一致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 至少呼吸是自由的 至少是不被诸多烦恼 裹挟的 当然 一切的一切 还要看一个人 愿不愿意 好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曹宇 祝您晚安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